7点20分 早安气象时间 马上又要迎接周末假期了 天气方面我们要来请教佑萱 很快就要迎接母亲节 天气有哪些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呢 好 大家早安 明天就要迎接周末假期了 所以精明两天的天气状况来说 相对是比较稳定一些的 主要是比较干热的天气状况 所以今天全台湾可以说 是几乎没有什么水气 虽然说东北风逐渐减弱 转为吹东风 在东半部地区可能还是有 非常零星的降雨 另外就是各地的山区 也要留意午后雷震雨的发生机率 而到了明天天气状况依旧是如此 所以如果明天礼拜六 如果您要前往山区的话 雨伞雨具带着还是比较保险一些 但是从明天开始 北方其实有一道封面会逐渐的建立 虽然说它对于天气状况来说 并不会有太大影响 但是礼拜天开始将会封面 逐渐的往南压 接着它影响的时间 就是在礼拜天还有礼拜一了 特别就是在礼拜天 母亲节这一天降雨的状况 是会比较明显一些的 因为它逐渐会通过台湾的上空 所以到时候天气 就会变得非常的不稳定 特别要留意的 就是在中部以北地区 还有东半部地区 可能会有这种局部较大雷雨发生的几率 另外就是各地的山区 也有可能会有这种强震雨的状况 而且有时候可能还会伴随着雷击 以及强震风 所以一定要提醒您 如果礼拜天外出的时候 雨伞雨具都要攜带着 而接着呢 就会东北季风逐渐的增强 所以礼拜一的时候 还是会受到封面 以及东北季风的影响 所以在迎封面 北部以及东半部 依旧是会有降雨 接着这波东北季风会影响到 礼拜二慢慢的减弱 所以水气也会跟着减少 礼拜三这个水气逐渐的转干 但是很快速的礼拜四 又有下一道的华南水气 会逐渐的东移影响 所以下一周的天气状况 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不稳定 而其实前几天 我们也有说到 是不是有台风要生成了呢 目前在这个各项的预报来看 其实在菲律宾东方海面上 确实是有热带扰动 逐渐消消长长的在深沉当中 但是目前的这个模拟的分析来看 差异还是非常大 很有可能也不会深沉 后续可能都还要再持续的观察 接着就来看到温度方面了 刚刚我们说到 今天东北季风逐渐的减弱 所以各地的气温 当然是逐步回升 当然影响比较明显的 就是在北部地区 跟昨天相比的话 高温方面是有增加了5度之多 所以在北部已经东半部的高温 今天来到29到31度 中南部还是有来到32 33度的高温 所以一定要提醒您 今天外出的时候 一定要做好防晒 因为包含在台北新竹 以及嘉义台南高雄 马祖金门澎湖 可以看到今天整个 都是已经亮起了红色灯号 也就是代表这紫外线 其实是过亮等级的 所以也要提醒您 今天算是比较高温闷热的天气状况 外出做好防晒 并且多加的补充水分 以上就是这节的气象资讯 再把时间交换给树瑞